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愿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心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圣经故事 救恩之宣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 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 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 天父上帝 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 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我是下凡哥哥 还记得上一回我们提到 大卫从云拿丹的通知当中 知道扫罗是铁了心肠要杀他了 在匆匆的跟云拿丹告别之后 他就和几个自己亲近的随从 赶紧逃离了扫罗的印寨 他们去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挪伯 那个是服侍天父爸爸的 众祭司们所在的地方 他们一方面想借此向天父爸爸祷告 另外一方面 记得这里还有当初 他打败哥利亚的时候夺来的刀 而由于他们拼命地赶路 一路上根本就顾不得吃喝 也没有时间带好装备 就直接往挪伯去了 到挪伯那里 他们会有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吗 或者就会被祭司们发现 他们正在逃亡 而去密告扫罗吗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班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 一路上是抓紧了时间赶路 更不用说是吃喝的安排了 这一行人拼命地赶到了挪伯 是又饿又累 而大祭司 亚西米勒看到大卫来到就问他说 大卫 你们怎么会突然到这儿来啊 大卫回答说 我 我是奉扫罗王的命令 特别到这里来的 扫罗王还提醒我 这趟行程要特别的保密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此行的任务 至于其他的部下 我已经吩咐他们到另外一个秘密的地点等我了 不过 现在你这儿有没有什么吃的没有 能不能给我五个饼 或随便什么食物都好 我们赶路已经赶得又渴又饿了 基斯亚西米勒回答说 这 这我 这里是没有一般大家家里面用的大饼 但是 我们有撤换下来 献祭时候使用的圣饼 如果你的部下 最近这几天没有做 什么违反献祭规定的行为 都可以拿去吃啊 大卫赶紧说 放心 当然没有 你该知道的 我的部下 就算是执行最普通的任务 我都要求他们 要照礼仪的规定去做呢 更何况 更何况 我们今天有这么特殊的任务呢 于是基斯就赶紧把这些圣饼 给了大卫和跟着他的人 大卫和跟着他的这些人 赶紧吃了大饼来冲击 接着就转头问亚西米勒说 亚西米勒 请问 你这里有没有一些武器 长矛或大刀都可以 因为扫罗王的命令 非常的冲促 所以 我还没有时间去拿我的刀 和其他的武器啊 亚西米勒想了想 就回答说 这个 这里有一把刀 就是你之前 杀死菲利士人 哥利亚 所夺过来的 那把大刀 就放在约柜后面 我们还用不包着 你要的话 就拿去吧 那把大刀 可是这儿 唯一的武器了 大卫开心地说 太好了 那就交给我吧 这把大刀 比其他的刀都好呢 大卫拿到了刀 就赶紧离开了 挪伯 要尽快地躲避 扫罗 那时候 扫罗的序幕长 以东人多艺 那天也刚好在那儿献祭 就把这一幕 通通看在眼里 大卫一行人知道 继续待在 以色列人当中 迟早都会被 扫罗们找到的 干脆他就直直地 往他们的敌国 菲利士人的境内去了 于是大卫 就去到菲利士的 加特城 当地有一位 亚籍王 他所管辖的地界里面去 当他们去到 亚籍王的地界的时候 许多城里的官员 和军人们 一眼就认出 他是杀死戈利亚的大卫 甚至彼此说 那不是大卫吗 以色列国的大王呢 他就是 以色列妇女们 跳舞的时候 唱着那个 扫罗撒尸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的 那个大卫吗 他来做什么 嘿嘿 这下子他自投罗网 咱们要给他个好看啊 这些亚籍王的手下们 窃气思语的 越来越热烈 这些话 可都让大卫给听到了 而且 这些人 渐渐把他们包围起来 带着去见亚籍王 他听着他们这些话 就越来越害怕 他万一没有应对好 不要话还没说完 就给他们杀了 他看状况 越来越不对 就开始 在他们面前 故意装疯卖杀 大卫开始对着城门乱涂鸦 又讲着一堆疯言疯语 这一乱来 这些官员们 只急着想阻止他 在城门上乱写乱话 大卫一被拦下来 又干脆坐在地上大喊着 还让口水到处乱流乱滴的 亚籍王这时候出来 看到这一幕 就很生气的对他的臣不说 搞什么呀 不是说带来那个大对头大卫吗 这是怎么的 带来个疯子给我看啊 怎么 你们这群人是嫌我 这里的疯子还不够多啊 还让这个人在这里 把我屋里搞成这个样 你们嫌我不够烦 不够乱吗 就这样 亚籍王让这些带着大卫来的人 把大卫给赶出城外 赶出城外的大卫行人 这时候才松了一口气 要不是大卫集中生智 想到这个装疯的险招 他们可都完蛋了呢 大卫带着这些跟着他的人 从亚籍王的加特城逃出来之后 就往旷野当中 靠近一个叫雅度兰城的 附近的山洞里头躲着 这个时候 他的兄弟和家人 也都听说他的景况 就跟着去到他那里去看他 大卫躲到那里之后 有些因着投靠大卫 或者是有牵连到的人 还有当时一些 比较弱势的边缘人 他们对扫落的统治不满 他们就一个个的 跑去投靠了大卫 他们一起躲在 那个附近的山洞里 就这样聚集了 大概四百个人在大卫那边 他们把大卫当成自己的领袖 眼看着人越来越多 大卫猜想 这下子扫罗应该是看不下去了 他也担心起他父母的安危 于是就私下跑去了摩押 对摩押王说 摩押王 要请你帮个忙 求你准许我的父母 暂时住在你的国境里 等到我知道天父爸爸 要怎么为我安排将来的事 我再来接他们回去 就这样 在摩押王的同意下 大卫把父母 寄在摩押王的国境当中 他自己带着跟随他的人 到旷野山洞里躲藏着 防备扫罗派人来袭击他们 后来有一个先知叫加德 他特别来找大卫 对他说 大卫 快 不要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赶快去犹大帝吧 这实在很反常 明明在山野洞穴里面 是比较好防守和躲避的 先知却叫大卫 去往更危险 靠近扫罗的犹大帝去 这大卫想都没有想 就带着他的百姓 动身前往犹大帝去了 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扫罗在他的隐战那儿 坐在山坡下的柳树旁 手里还拿着长毛 他的众臣仆们就围绕他的身边 有人就把大卫和他手下 在旷野藏匿的地方 告诉了扫罗王 扫罗王知道之后 就对着他的臣子和仆人们说 各位跟着我的便衙闽人啊 听着 你们想想 难道大卫会把田地和葡萄园给你们 会派你们在军队里面当军官吗 难道这让你们设下了这些阴谋 想来对抗我吗 我自己的儿子跟大卫结盟 没有人来跟我报告 看来你们眼中根本没有我这个王 连大卫要找机会杀我 我儿子还鼓励他这样做啊 这个时候 那个乙东人多意 就赶紧站出来 对扫罗王说 扫罗王啊 我们可是忠心耿耿的 我向您报告 大卫之前 有到罗伯那儿 去找祭司亚西米勒 亚西米勒还为大卫求问天父爸爸 甚至还给他们食物 还有菲利士人哥利亚的刀啊 这个消息给很会嫉妒的扫罗王听到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祭司亚西米勒会不会因此而惹祸上身呢 大卫呢 躲在山洞里好好的 又没事走进了犹大地 这样真的安全吗 别忘了哦 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 耶稣西米勒小孩小爱我我我 耶稣西米勒小孩小爱我我我 爱小孩小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西米勒小孩小爱我我我 耶稣西米勒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西米勒小孩小爱你你你 爱小孩小你完全追究你 耶稣西米勒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西米勒小孩小爱我你你你你你上 爱小爱小我你你在他心上做 耶稣西米勒小孩小爱我你你你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